欢迎收看五期新闻王 我是徐俊相带你挖真相 来看到怎么会这样的购物纠纷 去藏在你最信任的高中同学会呢 参加这场同学会代价200万 那又是什么样的暗黑交易 一个补习班名师只是要买一间房 光是这个投款居然把它逼上了绝路 他不是普通人 他是补习班名师 等一下我们要带你一块来看看 你会想说这个事况 我当然不可能买一间房子来投资 那还有没有合适的金融商品呢 告诉大家遇上好的礼砖带你上天堂 你千万不要遇到了这个黑心礼砖 背后它又是什么样的盘算 我们要带你来看看 今天要带您跨海看看 在广西的南宁有什么样的金山银山 为什么上千个台湾民众 他们成千千千万万辛辛苦苦的 要到那个地方去投资 带着五亿现金要去投资 结果大部分肉包子打狗 真惨啊 他们的故事今天一并说给大家听 今天这个小时 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蔡总 还有真薇 是为燕丽跟蔡律师 跟我们一块来关心 您所关心的民生相关话题 一开始呢 我要请燕丽 带我们来看看 这一场同学会 哎呀早知道 不如不去啊 我去了之后 买间房 产赔两百万 对没有错 这个故事呢 是发生在去年三月 主角是谢先生 那么谢先生有一天在家就接到一通电话 对方是他的高中同学林先生 打电话来问谢先生说 我们下个月要举办同学会啊 大家好久好久没有见面 你要不要来参加啊 哇高中毕业这么久了 有这个机会去看看啊 对那谢先生答案你觉得说 好啊 大家很久没有碰面啊 于是他当下就立刻答应 结果到了下个月 这个同学会顺利的举行了 大家就在那边喝酒啊 聊过去的事情啊 聊现在的事情 聊对未来的一些冲击 酒憨耳乐之际 那这个林先生呢 他就特别跑过来跟谢先生聊天 林先生就跟谢先生说 这个老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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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我其实最近这几年 我从事这个不动产的买卖 很多年哦 而且我赚了大钱哦 是 对那听说呢 你在这个对岸 在中国大陆 也是工作了很多年 最近似乎有想要回台湾 来制产的一种想法 这么巧 他真是想回来 想说至少回来这边 有一间自己的房子 人生第一栋房子 也在寻寻觅觅 既然自己老同学 你做房仲给点建议吧 对没错 那谢先生就觉得说 这个老同学既然这么有钱 他刚刚不是说 他在不动产界赚了很多钱吗 那既然他财力雄厚 他一定不会坑我嘛 再加上我们是老同学耶 所以呢谢先生当然就说 好吧那就麻烦你帮我 看看有没有适合的一个案子 果然不出太久的一个时间 那有一天呢 这个林先生就打电话 跟谢先生说 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 好消息好消息 我帮你看到了一间房子 在永和的成功路哦 漂亮哦 肥水不落万人铁 有钱打个坦 没错 那这个屋矿还不错 24坪 那开架是1080万 你要不要来看看啊 听起来还蛮划算的 我来看看一下 对没错 那么谢先生他就去看了 先生看完之后其实还蛮满意 而且他觉得这个价格是他能够负担的 他当下就说 小林小林 这间房子呢 这个屋主是开价1080万 那我想应该是可以砍吧 屋主价格应该没有这么硬吧 那如果说能够砍到1000万的话 我立刻就买 凑个诊数 常常买卖就是这样子 对没有错 那这个林先生就立刻回他说 1000块很难哦 其实屋主态度非常非常的坚持 打中年也就对了 他不会立刻让你砍这么多价格 而且老谢你知道吗 其实我们这个永和题材很多啊 包括三环三线等等 好啦好啦没关系 你再还个价好了啦 好啦好啦好啦 那这个谢先生他就想说 不然这样子好了 那我家价价到1050万 哦 1050万 那这个地方其实买下去也有潜力 对不对 那重点是呢 谢先生觉得说 反正他是台商嘛 他负担得起 他一口就答应这个价格 所以很快哦 隔天哦 这个林先生就帮他去跟屋主谈 谈完之后呢 就立刻签约 那当然就说谢先生他搬进去之后 他发现 其实住得还蛮舒服的 前几天他觉得也还蛮开心 对 可是没有多久 他发现他居然遇到了 两个恶邻居 什么意思 一搬进去就遇到恶邻居 我们昨天才讲到 遇到恶邻居那真是吃不完 兜着走 而且这个恶邻居的状况是 他完全难以控制到 他快要精神崩溃 这么严重啊 对我们先来看这个 第一个恶邻居是怎么样搞的 那谢先生搬进去没多久 就他发现说 奇怪 家里怎么有一股怪怪的臭味 哪来的臭味 可是偏偏谢先生他觉得他自己是一个蛮爱干净的人 所以他就东早西早发现 家里很干净啊 没有问题 新房子怎么会什么臭味 对他就找到隔壁去 找到外面去发现 原来呢 源头是来自于他隔壁邻居的鞋柜 鞋子实在太臭了啦 臭鞋子 臭气冲天 所以呢他就跑去跟这个邻居做一些商量 说拜托啊 你把这个鞋子处理一下 真的是太臭了 那可是呢 这个邻居就说 鞋子是我在穿的啊 你自己不要闻就好了啊 我不要闻 而且我在这边住多久 你才刚刚搬来 要臭也臭好久了 没错所以呢 其实这个邻居是一二再再三 他都不愿意去处理跟面对 那谢先生当然觉得 好了算了啦 真的是算我倒霉 没想到没几天呢 他又遇到了一个邻居 也是住在他隔壁的 他想说这个是个新邻居啊 那新邻居我们应该这个 点头打发呼跟对方微笑 绝没有想到这个 这个新的邻居看起来很怪哦 不苟言笑 不发抑郁 我都笑着跟你打招呼 你好歹也跟我回个地 所以谢先生觉得说 这个邻居哦 虽然看起来穿衣服 蛮干净蛮整齐的 但似乎精神有点异常 他心里头有点发毛 那正当谢先生觉得说 要远离这个园 要跟这个人保持距离的时候 没想到过几天 发生了一件大事 怎么了 谢先生就在睡觉 凌晨四点在睡觉 睡得真的是 非常的做美梦的时候 突然他听到隔壁 大豪大家 大豪大家 三星半夜啊 没错 那他就寻线去找 他就发现说 原来就是那个怪邻居 传出来的一个声音 那是什么声音呢 好 接下来呢 除了这个男人 大吼大叫之外 还有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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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报完起来 谢先生还是觉得说 这个怪邻居真的很恐怖 就没有想到隔几天呢 晚上谢先生要回家的时候 他搭电梯嘛 要到这个楼上回家的时候 那这个按完电梯 那电梯门理论上不是关起来吗 是 正要关起来那一瞬间 突然有一只手伸进来 就是把电梯卡住 把电梯卡住之后 电梯不是遇到东西 又立刻张开 又弹开了 对 就把门给打开 结果呢 总之来的就是那个怪邻居 而且最恐怖的是那个怪邻居 也是不苟言笑 拿着一根长长的棍棒 不知道 可能也许就是 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 两个人就锁在这个 小小的电梯车厢里面 然后想到前一个晚上 又是乒乒乓乓乓 又女的又喊救命 他会不会对他不利啊 对 所以谢先生 其实非常的担心跟紧张 他会觉得说 好了 就算你现在不杀我 或者是不对我有任何的 动手脚的一个情况 可是会不会半年后 一年后我越住越久 你不爽我 那哪一天你对我动手脚 所以谢先生他很紧张 他就想说 也许命中注定 我真的跟这个房子 没有任何的缘分 对啊 一千零五十万 他 给小打架给他 他到底住进了什么社区啊 对 那事实上 其实谢先生搬进这个社区 也不过才三个月 那既然发生这么多事情 谢先生就说 好吧 停损 那他就打算把这间房子 把这间房子卖出去 他不住了 对 他决定不住了 可是问题是 谢先生就想说 不对啊 我房子要卖出去 我不可能请我原来的同学 林先生帮我做处理 很丢脸耶 对 很丢脸耶 所以他当下就想说 好吧 那我就找 另外一个房仲业者 来帮我做处理 那对方呢 跟他接洽之后 就问他说 谢先生 这间房子 你打算要开价开多少啊 那我1050买的 我怎么不能赔啊 那我小赚一点吧 对 那谢先生也是这样的想 先生就说 好吧 那我赚个五十万 一千一百万好了 我才赚五十万吗 赚得很少啊 很有良心啊 结果听到谢先生 开一千一百万 这个房仲业者 当下呢 打了他两巴掌 为什么 也不是真的打 我赚得 你是回嘴 对 立刻打枪 谢先生就跟谢先生说 有没有搞错啊 你真的很敢赚耶 这个物件 我之前接洽过 这个前屋主 我也认识 我明明记得 我明明记得当时的前屋主开价是开850万 瞎回呀 我又没有听错 我同学跟我讲说1080 我要砍一千都砍不下来 好不容易到1050 你说他开多少 850万 贵了200万 对 没错 所以当下谢先生终于恍然大悟 原来呢 前屋主真的是开850万 当中的200万的价格是谁赚一种 就是他的高中好同学林先生 天哪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一场同学会 我相信你的好意 我相信老同学这么久不见 你就能夸我200万啊 对 那谢先生当然不能接受嘛 因为真的是 人前手牵手 人后下毒手 太惨了 对 他觉得很惨 他觉得很荒谬 所以他立刻就打电话给 林先生 林同学 想要去做一番理论 给我说清楚 没错 但是林先生哪是省油的灯啊 林先生早就落袍了 所以他打他手机根本就没人接 早就离职了 手机也找不到人 钱换了嘛 跑掉了 那200万长脚跟着他飞了 好 我来问一下四位 所以我们当中买卖房子 要特别特别当心 那不认识的房仲 我们都鼓励大家 找你熟悉的 同学够熟了吧 怎么会200万呢 不是小数目 再者 他到底做错什么了 我看起来 他相信同学没错啊 在我们这个年纪啊 如果你突然间出现一个电话 说好久不见啊 在哪里啊 出来吃饭啊 他只有三种可能 哪三种可能 一种是保险 因为我就接到我高中同学电话 他突然说 我来看你办保单 第二种是直销 他就想说 我去带你去参加菜总的演讲会 说明会 对 我想说 为什么菜总的说明会 关我什么事情呢 结果一去就发现是直销大会 但是菜总不知道我们接直销 另外一种是不动产投资啊 是 一样带你去听说明会 然后就跟你讲说要投资 就只有这三种 所以什么同学同窗之宜 眼里就是一比一比的业绩啦 是的 因为这怎么骗你谁骗你呢 当然啦 我觉得先生的范围有问题 他可能在看房子的过程中 被弄了一个叫做人海战术 什么叫人海战术呢 就是你先去看房子的 你同学 你相信你同学 你又带上去 然后现场满满都是的 尤其是最近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很不紧细 所以一旦发现你在看房子 突然间房子塞满十组人 你好意思仔细看嘛 你连爬上去厕所去看个天花板 都不好意思 所以你说呼隆的看完 呼隆的走 而且人这么多 你连那个什么鞋柜的味道 都不会闻到 走了之后 当然你后来买下去 都会发现这种问题 那我再问你 今天如果说连同学都不可信 要提高警觉的话 那至少 这一个从大陆回来的这个苦主 他自己得做点功课 他该做什么功课呢 他唯一要拿的就是这种 不动产说明书 当然乌矿我们看清楚 那当然他以为是同学都会 所以乌矿就带好 那乌矿不动产说明书 你一定要索取 其实在我将近二十年的 房地产经验之中 只有百分之一的人 知道什么叫不动产说明书 百分之一哦 然后那个一 百分之一的其中 还有一半的人说 不就是那两张 上面有写什么 评数全状的那两张 子叫不动产说明书吗 太傻了 因为不动产说明书 这里面还有行情 你有规定的放行情 然后当然你自己要去上 食材灯网站去查行情多少 至少价格不会骗 然后你可能又中了一个 最流行的叫做 见不了面的见面谈 什么叫见面谈 通常价格差一点点 对不对 那通常房仲就约出来 跟屋主见面嘛 互相瞧一下价格嘛 那为什么见不了面 你可能信任这个房仲 你可能觉得这个房仲 是你所相信的 不要忘记我曾经说过 房仲只是服务业 他不是专家 他不会帮你做任何的事 他只是服务业 就像端盘子一样的服务业 OK 你不能相信他 你所有都要自己相信 见不了面的见面谈 就是你坐着 然后房仲冲来冲去 屋主说要降价了 然后好啦 我再加一点 你就是见不到屋主 你就看他居中穿梭酒 对 那个房仲很热忱 全身汗都湿了 然后最后还连喝水都没有 好啦 1050我就成交了 就大姓妹 你真的帮我砍下来了 真的 你感激 你赶快送红包 结果你发现 其实我被贵了200万 所以现在房仲都在干这种事情 因为他只要表现热忱的服务业 他就可以赚到你的钱了 好 我们看到连同学都不可信 好吧 那总不会所有的房仲都这么黑吧 来 我们要请蔡总带我们来看到